议员炮火猛攻对着时任台南市警察局长方仰宁 要他给个说法 去年12月议会闹得沸沸扬扬 因为当时要参选议长的现任议长邱莉莉 疑似不满在网路上被网友影射扯上黑金事件 就跑去台南市警二分局中正派出所 说要提告现场辱骂远警你们都没留言引发 哗然议员要时任局长方仰宁 加出派出所监视器画面还原真相 检方介入之后邱莉莉坦诚犯刑 法官认为邱莉莉的举动具有轻蔑意味 使两名远警感到难堪与羞辱 违反刑法侮辱公务员罪 而邱莉莉也对此回应 尊重司法判决也正视自己的错误 因此不会上诉 而且在事后已经向远警同仁一意诚挚道歉 不过其他议员也抛出看法 对此台南市警察局并不对外回应 只不过要远警办案还跑去辱骂远警 如今法院判决也还给委屈的警察一个公道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